好 接下来看的是与美国发展密不可分的 在美国的外交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以色列 以哈双方继续换囚犯 在这个共识假 因他们的停火就再延长了一天了 而且在每日早晨 双方提出试囚名单 十名以色列的人质可以换一日停火 哈马斯说人质当中 最年幼的十个月大的小婴儿和哥哥与母亲 都已经在以军空袭中身亡 加萨南部民生和医疗物资依旧吃紧 难民营可能爆发传染病 而以色列的总理指出会站到底 而且誓言他们要在加萨继续扩张囤恳区 以哈战时停火 原定到台北时间11月30日下午1点为止 几乎在最后时刻 双方都宣布停火再延长一天 以色列一度立场强硬 拒绝接受哈马斯开出的下一批试囚名单 七名妇孺和三具人质遗体 11月29日哈马斯分支卡桑旅宣称 所有人之中最年幼的 十个月大的小婴儿比巴斯 和四岁哥哥与32岁母亲都已死于以色列空袭 以哈最新协议结果是 试囚名单每日早晨通知以色列 十名乙方人质可换一日喘息停火 哈马斯释放16名人质 换取30名巴勒斯坦囚犯回家 16人中包括5名孩童 其中2名拥有俄罗斯和以色列双重国籍的人质 在厄哈协商后获释 搭车进入以色列的包括四名泰国移工 以及十名以色列人 美国总统拜登表示欣慰 因为终于又有一名美乙双国籍人质获释 高中老师贝宁是三个孩子的母亲 丈夫仍为获释 到底以巴双方是谁占领约旦河西岸 确定的是乙军总是不请自来 加萨战时停火的这一周 乙军却多次攻击巴勒斯坦人聚居的 约旦河西岸 杀死至少七位巴勒斯坦平民 乙军用推土机潜倒破坏路面 攻击理由都是反恐 但上周四 18岁的哈吉是在卧室睡觉时 被窗外射来的乙军子弹打死的 乙军阻挡救援 18岁的哈吉最后死在自家门口 另外这名八岁的巴勒斯坦男孩 只因为出门看看情况 就死在乙军枪下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最新的声明是 以色列军队随时可以开战 目标是哈马斯无法再威胁 以色列安全才会停止 而从侵占东耶路撒冷 到不断扩张囤肯区 以色列遭联合国谴责是违反国际法 11月29日 纳坦雅胡仍前往新囤肯区 参加奠基仪式 仍有大约200名人质没有救回 哈马斯没有被摧毁 但加萨全境200多万人的生活 已全然被毁 以色列若重启战争 威胁加萨全境的 不仅枪弹还有病菌 在这里 日常都会见到 200多状况 状况 状况 与生质素 氅滑 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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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萨北部被战火腾空 导致南部人口爆满 面临传染病爆发的威胁 与埃及相邻的边关拉法士 居民虽然伤亡少得多 但日常用品已因封锁而断供 停火随时可能结束 许多人上街抢购食物 加油站更是挤到几乎暴动 一旦没有足够燃料 战火再起就无法逃命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